各位好,今天12月24号,我是五月三人,Merry Christmas 这两天就是有好多人给我发消息,在推特上给我发私信 说是各地开始,国内大陆各地开始抵制,又开始抵制一年一度的抵制圣诞节 人家是到了圣诞节,他开始抵制圣诞节 这两年大致而言跟封闭了似的 然后一天到晚抵制这个,抵制那个 这个圣诞节肯定是在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环 为什么呢,是因为影响太大 影响大不是因为说他传教 因为这东西传个毛子教啊 这个圣诞节我在美国的时候 我去过这个节也是为了去泡牛嘛 然后哪有工夫去看这个,去什么什么 去做Misa或者是那种东西 我从来没有过想过这种事情 那实际上在中国而言呢 说这个圣诞节对于大部分的老百姓来说和商家来讲啊 就是一个商业的,是一个活动 对吧,它和那个情人节啊 或者什么是一样的 主题来说还是年轻人过得多 酒店什么订得多,对吧 云套卖得多 其他呢,实际上对中国的很多的年轻人 这个东西都不叫事 这又不是什么宗教入侵的文化入侵 诸如此类的 当然你要说文化入侵 那什么都叫文化入侵,对不对 你马列主义还不是叫文化入侵,还是叫什么 对吧 那你说你现在天天的这个高喊的这个共产主义 有哪一个是,有哪一个概念是你中国自己的呀 不都是文化吗 对吧 那这个文化入侵你不说了 是吧 你现在天天,你看咱领导人 你也没看到天天穿龙袍了 哦,不好意思 今天我这封面是正好是我们这个,我们当今圣上啊 呃,那个参观这个生产龙袍 不知道他什么时候穿 但是呢,我觉得他有可能还是会穿的 那呃,但是他平时也穿西装啊 对吧 呃,西装的时候多 甲克山的时候多 那您说这个文化入侵 那什么叫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入侵呢 对不对 是大概就是这么回事 那每年啊,就是说这时间点我大概应该给他割到16年左右 那是他就开始,还是16年17年 这个风潮啊,就是抵制圣诞节这个风潮啊 就越来越厉害了 为什么呢 是因为,呃,应该是说我们圣上是第二年开始执政 他第一年执政的时候呢 第一,呃,第一,呃,不是第二年执政 他是第二,第二届开始执政 对吧 他第二个任期 那第一个任期呢 他基本上来讲是在扫授政敌 第二个任期呢 是要夯实基础 至于他第三个任期会不会干点什么其他的 比如说,呃,比如说我可以上个劝禁书什么的 劝禁表 这个咱们再说 啊,然后呢 这个从他第二个任期开始呢 这个文化上的事情啊 就一直特别让我们 我们圣上这个上心 虽然我们圣上呢 为人呢比较质朴 他这个整体的思维啊 还有这学识啊 都比较质朴 但是呢 架不住人家对文化呢 有一种先天的爱好 这就像那个什么 你越不,你越拿不着的 越没有的东西呢 他呢,他就越想把自己这个 呃,给表现出来 所以呢,一直以来呀 我们这个文化自信方面的建设就特别 就提倡重重之重啊 所以他一直了对这个 包括像圣诞节这种东西 他就一直在非常非常的重视 一定呢,是要把它给打压下去 包括情人节 现在情人节呢 还没有整体的给弄下去 为什么呢 是因为情人节首先呢 这个不那么大 对吧 他不,呃 不那么就是喧嚣啊 但因为年轻人嘛 他毕竟只是一个年轻人干的事情 那第二个呢 是说起来呢 情人节呢 确实呢 是宗教以为会稍微轻一点 这就牵扯了第一个问题 就是说 为什么这个圣诞节是被打击的 对吧 你看全世界就是说 好多地方 你再怎么文化跟那个结合的好 他基本不打击圣诞节 对不对 你看日本这边的圣诞节 今天 今天最最难 还对最难吃到的是肯德鸡 可能大家可能很奇怪 说 我操说 他妈日本为什么吃肯德鸡 这个据我考证一下 是七十年代的时候啊 日本呢 就是说有一个肯德鸡做了一个广告 然后因为日本这块火鸡少 这块火鸡确实不好吃 我在美国的时候 我也讨厌吃火鸡 那东西真不好吃 他也不会做 日本人也不 美国人也不太会做 你弄的就是 反正就是不好吃 然后呢 这个日本这块更少 那吃鸡 总是要吃鸡嘛 在日本人看来 这要吃鸡啊 对吧 那怎么办呢 那就干脆 那就是肯德鸡 正好肯德鸡推出那个圣诞全家桶 那就变成这个了 就是我一直有一句话 说蠢事做时间长了 就成文化了 好多蠢事做时间长了 就成文化了 这个事就成文化了 然后呢 现在日本呢 就是这个圣诞节 一定要吃炸鸡 如果你这个肯德鸡拍不着顿 你呢 你去那个店里去买炸鸡 我是 我是原来知道以后 赶过一次热闹 您知道了吧 就是我去那块 我一看肯德鸡 我就惊了 我去这他妈的拍子什么时候 算球了吧 我去那个哪 去那个 叫什么 就是那种 就是那种超市 我买点炸鸡就得了 我正好旁边家里 旁边这个有一超市 然后呢 我去那一看 他有专门做鸡肉料理的一个 就是那种摊位 你知道吧 就是他都是卖的成品的 那个你鸡肉串啊 什么炸鸡块啊 然后整鸡甚至肉油 然后一看 好家伙 那炸鸡块那 几乎就没东西了 最后赶紧买了两三块 回来应了个景 应了日本圣诞节的景 日本人没拿这个当回事 对吧 那实际上 你在说文化入侵的时候 其实全世界没有几个 真大也当回事 就甭管你自信不自信 为什么呢 是因为 他觉得这有啥 这有啥啊 你那时候美国呢 更牛逼 他直接有些城市 就把这个中国的春节 就当成法定节日了 对不对 日本这边 他也是这个 就是你过春节 你爱干嘛干嘛 对不对 你这个 你庆祝我们也不会管 这些东西都在这 不怕文化入侵 人家甚至觉得 文化有什么不好的 你进入到这个体系当中 你到我这个文化里 我们呢 能够互相的激发 互相的这个 互相的引用 是 这所配的这个杂交优势嘛 对吧 那你我们就有可能 把自己的文化呢 能够提升一步 这个本身的不是什么坏事 但是中国这不行 尤其是基督教不行 为什么呢 因为基督教的这块啊 他跟那个 他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呢 基督教的教义 跟那个 跟我们这个教师 跟我们 我们 我们共产党的这块 我党这块的 这个 这个整体的这种 氛围不符 为什么呢 自从马丁路德改 改了以后啊 这个尤其是新教啊 这块 他呢 就是个人呢 就是说呢 能够直接面对上帝 就是说呢 他对人间的 这个帝王的这种 整体的敬畏感 是会差的 权威的敬畏感会差的 因为每个人 可以跟所有的 就跟最高 最高神 他可以直接沟通 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啊 就是中间 去掉了这个教室阶层 对吧 那黄玄天兽 教室呢 其实跟这个黄玄区别不大 所以呢 那如果你要是说 你可以 如果他让他的这个东西 能够深入人心 就是每个人都可以 跟上帝进行沟通 每个人都是 其实 其实是可以有这种 灵性啊 或者怎么样的这种东西 不用你去做二手 二刀饭子 那实际上 对于这种世俗政权的敬畏 以及他的结构 是一个非常 非常非常 那个严重的事情 这个呢 也是一直以来呢 我党对这个 新教 就是基督教这一块啊 确实比较警惕的一个事情 第二个事情是什么呢 第二个事情啊 是原本 这个我们这块啊 就是说 基督教 我们一直都知道 这个天主教 基督教 传进中国 其实蛮早的 明末就开始了 对吧 然后呢 汤若旺啊 什么这些人 他们都过来 甚至于呢 传给了中国很多的 现代科技方面的东西 乾隆还 康熙还是乾隆 康熙 康熙还做这个 还做这个数学题呢 是吧 这个东西 还有他自己一套东西 那这些东西传进来了之后呢 他经过几个阶段 最高潮的阶段呢 就是中国人自己胡搞的 那个就所谓 太平天国 估计这 这教吧 虽然是说 尊 就是说 奉天主之命 天主估计 看着这个 看着这都得经 这是他妈什么鬼 老子没 老子不认识你 摸挨老子 差不多就是这个武术 然后呢 那后来呢 一直以来就没人管 就没人管了 我有一回啊 去那个农村 东北农村 他那个 他在那个乡村里 有一些乡村里 都修建 有小教堂 而且呢 原本我去那个 包括西藏啊 包括新疆那边 新疆还少 西藏那边呢 有大量的 就曾经有过的 传教士的 踪迹 然后呢 后来在那个 晚清的时候啊 传教士呢 基本是一个 文化侵略的一个 那个叫什么 符号 对吧 除了民间传说 他们那种就是 什么挖眼睛啊 什么杀孩子啊 然后和药啊 这一听 这就是他妈玩 修仙子这路 而且还修的是邪道 人想出来的招 人家是 这个基督教这块 他再怎么着 也不能说 跟你中国修仙 有什么区域 有什么关系 对吧 而且你说那个 你说这个什么 抛肾之类的 这明显 这明显是中医的活啊 怎么就 怎么就直接 给安到这个 这个传教士脑袋上了 那那个时间段呢 因为教案频发 对吧 就是这个民教对立 相当严重 所以呢 后来到中国 真正的这个 四九年之后 在当然了 在那之前 就是民国肇始以后啊 这个东西就没所谓了 对吧 因为宋美龄他们还都是 你 我们蒋校长 对吧 也都是这个基督徒 然后呢 等到四九年之后 这是以首先一个 你蒋校长是基督徒 那我肯定就不能是 这是一个 二一个呢 民间 在民间啊 教会是一个相对而言 非常非常独立的 并且有凝聚力的团体 您比如说 我认识的这个王仪牧师 我认识他的时候呢 他还没有这个 没有受洗 他 我认识他应该挺早的 大概在 01年 02年的样子 他那个时候呢 还没有 还没有受洗 并且是说 应该没有真信宗教 他应该是他太太 给他带进这个门了 后来呢 成了一个 我记得最早 他的那个 教会叫做 那个叫什么 团契吧 他们叫 那个叫 秋雨之福吧 这个好像是这么一个东西 就是他组织性 到今天为止 历经打压 王仪牧师都已经被抓进去了 依然这个 凝聚力还在 他这个 他这个团契还在 那这个就是完全不一样的 这整体的上而言 我原来跟大家聊过 这个事情 就是我党怕什么呢 我党啊 他其实怕这个组织纲领 对吧 这个有 这个刘晓波先生 他说08宪章 这个组织纲领 这个有 就像那个谁 方舟子说的 说你这个 你这个 你出来刘晓波 什么诸如此类的 我们当时 第一 首先原来我说过 怎么为什么 第二个 对于方舟子这种人 他理解不了 像我们这种人 就这种反革命文件 就站在光天化日之下 对吧 到现在为止 你还觉得什么 谁要出卖 或者怎么样 去 如果你们对他有兴趣 我建议你们去 给你们 你们去搜这文件 搜刘晓波那许苏书 对吧 你搜完以后 你就知道了 所以呢 这些东西 这个都插开一句 随便下聊两句 那这些东西呢 就是说 他们这个凝聚力 首先 第一个 有纲领 纲领是什么 圣经 他要读经 他要辩经 他要有这些东西 那第二个呢 就是说 这种叫做团 就是这种叫这个组织性 组织性是我党特别怕的事 你其实有纲领 其实不怕 你比如说 你再怎么 你比如说吧 零八千张你签了 对吧 你三百 我是三百零三人之一 最早签的那拨人之一 刘晓波找我签的 刘晓波先生找我签的 对吧 那这些人 其实不构成什么组织性 因为我们只是 就是平时认识 这三百零三人里 我大概认识一半而已 那没有任何组织可言 他只是一个纲领 真正说是有行动力的 是内容有组织性的 比如说 王一牧师的这个 邱宇之福 还有其他的一些 各个叫什么 各个这种 下边这种 这个地下教会的这些 他都是这种 有他自己的组织凝聚力 一旦出事 就会有可能 成为一个核心群 核心群是 就跟滚雪球似的 你这滚雪球 这只要有一个 得有一心 对吧 你最开始得有一心 这心往下滚 你才能越滚越大 你直接就一片雪花 你是起不来东西的 所以呢 这个是我党特别处的 一个事情 也一直在打压 这些所谓地下教会 同时就把这个 所谓圣诞这一块 严防死守 越来越严防死守 不光是觉得说 这叫什么呢 就是 就是这个 我们这块啊 就是文化啊 要要要复古啊 或者要如何如何啊 其实并不是 其实并不是 这些东西 对于我党来讲 那他不构成威胁 那个文化方面的事情 从来 您记住我这句话 从来不是因为文化构成了威胁 他才会觉得怎么样 因为他所有 我党所有的基础 对吧 那个他都是在这个 外来文化基础上的 他没有任何一点点的东西 是中国本土的东西 到今天为止 他现在所强调的 中国所有传统文化 都是建立在一个他所构建的 怎么说呢 叫盗版的 希望能够达成共产主义 或者社会主义 无论什么玩意儿的一个社会里 这个社会是一个缝合怪 他把自己原本已经死了的 老总的皮扒下来 往身上一批 打算着成为这种叫 成为一个这个传统的味道士 文化的味道士 但是他实际内核没有任何一点一滴的 中国传统文化在其中 所以从来都不是因为传统文化 他要有这个文化 才会这个去抵制外来的这种侵入 对吧 他已经被夺赦了 中国文化已经被夺赦了 你理解这意思吧 他没有任何自己的自己的东西了 你现在这些所谓的什么孝道 所谓的这个各种各样的东西 其实就是死人皮 就是扒下来的一层死人皮 就这么简单 所以现在说所谓的这个抵制这个圣诞 其实它是挂着这个抵制文化侵略的皮 而怕成为这个 怕这种东西更为是用人心 成为一种新的有组织行动能力的 一种团体的模式 这个才是所有我们现在这些年一直在打击的非常重要的点 好 谢谢诸位